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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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好我們來講一下目前這個 遊戲前景的問題 這遊戲呢最大的問題 一定是那隻角色 MyGrady 那這角色呢可以 完全說是把這個遊戲 最 可以說啦完全解決掉 這個遊戲有七成的人口 那這個角色搶了 足足兩個月太離譜了 那其實在眾多社團啊 社群啊甚至是 YT的影片實況主啊 甚至是頂尖的高手們 或者是呢奪冠的 就是這一次DCDC被奪冠的 隊伍前三名的隊伍都認為 MyGrady的角色是無敵的 但就是有一票人 一票害群芝麻 就是那群課金的啊或者是豬頭啊 然後一直說賣歸地 可以守可以協防沒那麼難打 然後導致於呢 這個觀念一直在拉扯 最強的人都跟你說不能守了 然後就有人一直說可以守 導致這個角色的平衡呢 一直不斷的不斷的沒有辦法 很快速的做更新 那時間久了這個角色就一直破壞這個遊戲的平衡 那最後就沒人了 那說實話上一季的人我玩的場次超級少 我只玩了200多場 然後打到巨星之後拿了獎勵 人就走了 這一次呢打的更少 目前只打到賺15 22場 基本上可以說呢 連玩都不想玩 那奪冠的隊伍呢 小騎人也都沒在玩的 一奪冠呢 應該說他們沒奪冠前就決定不玩了 因為MyGrady太誇張了 MyGrady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跟大家講 那時候團練嘛 然後這個遊戲又沒有比賽伺服器 不能在比賽服團練 他們團練是很痛苦的 那跟野團打的話 你永遠只能打MyGrady 可是那時候在團練的時候 你根本不可能 你比賽是沒有MyGrady的 也沒有那個 那時候也沒有那個 得老嘛 所以你在團練的時候根本沒辦法做團練 你沒辦法印證答案 所以這種情況下 造成選手已經 本來就已經很不爽了 然後還完全不改 一直到比賽打完 然後現在比賽打完了 現在準備要辦下一屆比賽嘛 那目前為止 其實做這個這一集的這個 不合作的這個主題 主要是因為我看了那個大波先生的影片 他們做了一個三人的聯動採訪 然後說這個遊戲目前唯一的問題 那我覺得MyGrady一定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但是我覺得這遊戲的實裝屬性給的太誇張了 不管是 像是柯瑞的勇士裝之類的那種 或是La Bonde的這種特殊裝 我認為裝備給的屬性不能是 太誇張的就是 不能是這麼不平衡的 那再來是說 我認為這遊戲 你拿到成卡是完全沒幹用的 我只能這樣講 成卡是完全沒幹用的 這角色這遊戲就是一個課金遊戲 它需要高度 它是很佛心沒有錯 那它佛心建立在這個遊戲早期 因為遊戲早期能玩的角色很多 OP角沒那麼多 那它後面出的每一隻成卡 一隻比一隻還誇張 而且它的每一個強化高度都越來越強 那強化高度的情況下呢 在你是無課玩家或是小課玩家 你根本沒有辦法跟這些重課玩家 看來是連玩都沒辦法玩的 它不像隔壁兩棚 是可以用踩的做干擾的就好了 至少你把干擾踩住 然後來去做處理 它是 因為這遊戲百分是攻大於手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去防守 它就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你被炸 就是你也不能幹嘛 然後對面還有隊友還會發什麼 注意籃板啊 注意防守啊 人叮人 然後導致整個遊戲風氣越來越差 那這個在另外兩棚呢 雖然也是會看到遊戲變差 但是至少他能踩到干擾 這差很多 那當然啊 另外兩棚現在 灌高已經衰敗了嘛 已經開始炒這個遊戲賣進了嘛 就是完全守不了 那守不來一點也要被氣憤 那誰會想玩 那更何況他玩真正 強了兩個月 他強了兩個月 兩個月太誇張 這一棚不能頂投 沒有錯 他不能頂投 但是他不需要頂投 他求求空位出手 那請問有頂跟沒頂有什麼差別 這個遊戲空位出手更可怕 因為他沒有幾支球 低球就是近 那把鬼底三分球三分球 打一頭 到底怎麼玩 他有所謂的縮圈機制 那他還把一些小細節給改掉 那最後讓我們不爽的是 他改掉了這個背向 就是我們不是有教大家這個 這個 如果跟敵人打的話 可以切換這個 例如說現在1號位持球 你本來是守3號位的 你可以被防面向那個人 增加截球機率 這個細節居然官方會把它改掉 這邊就是一個有技術性的東西 然後卻把它給拔除 那移除掉不該移除的 卻一直把 該移除掉 該削弱的一直放著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點 那再來是說 我覺得這遊戲 一定要加入一個元素 而且這個東西 我在官方 三個月前就跟他們提案了 他們遲遲沒有動作 所以這個遊戲 一定要有一鍵返還功能 我說的一鍵返還 不是這個一鍵返還 這個一鍵返還 是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是這遊戲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它有一鍵返還 但是它最應該返還的東西是什麼 是高圖的返還 它一定要能返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返還 要返還成什麼 它可以返還成碎片啊 就是商城裡面的這個遊戲碎片 這個角色的碎片 你起碼要返還這個吧 不然誰敢直接高圖 你一高圖 然後一角色一改版 例如說現在好了 我講一句老實話 Rabon James Rabon James Rabon James一開始很強 大家都在玩 那你玩到後面你六圖了 結果突然出現這Maguely 你怎麼玩 你根本守不住它 你六圖有什麼用 阿Maguely 那你Rabon 你能不玩嗎 你六圖了耶 你課了這麼多錢耶 所以我覺得最應該改的 應該是要一鍵返還這個高圖的部分 你把它換成碎片嘛 然後第二次換成80% 這不好嗎 這個提案我在三個月前就跟這個官方講了 所以這一直沒有給到回饋 這點我蠻不爽的 那其實我們最近有 我自己啊 有經紀人嘛 那一直有在跟那個米寶談工商的事情 那談了整整兩個兩個月 那米寶呢是給了我們一個長約 一年的長約 一年 所以但是這個一年呢 不綁遊戲 就是我可以在土中玩任何遊戲 都沒關係 這個我覺得麻煩的地方是在於 因為他綁了一年 但是我看不到這個遊戲的前景 原因是因為他沒辦法 他知道他會了解民意 但他卻沒辦法瞬間去做改動 例如說Hafis之類的 像他有時候小bug可能會Hafis 可是角色的像這種過強的 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被陸服限制 還是因為Marguerite跟大陸的關係太好 導致於他沒有辦法馬上的做削弱 我認為是這樣 那原因我會在後面再多度解釋 為什麼我會這樣去遐想 那 合約的內容我認為不是錢給太多給不多的問題 我認為他的合約是 對我們這些自媒體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不能講實話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其中一個點 就是他 例如說啦 這角色做壞了 我不能說這角色做壞了 如果我說的話 那我要被罰了萬塊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接這遊戲工商 那昨天我終於做出了決定 我是不接這遊戲工商 因為他沒辦法講實話 所以這一點讓我沒辦法完全接受 那大家如果有去看 呃那個 台灣爾南有出一部新影片 他叫做狗角嘛 馬桂迪狗角的那部音樂影片 下面我不是有留言嗎 這個 為什麼不要在裡面加一個小熊威尼 然後 讓制裁那些辦運工 所以我官方 過沒幾天 跑來跟我講 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有在合作的話 這東西不要去講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是引爆我的點 完全的引爆我心中的火焰 因為 在我的理念中 不能講實話的遊戲 例如說我合作過黑子 現在合作黑子 之前合作過更高 那 這兩棚也都很開放式 我可以自由任性的說話 就是我可以講真的內容 而不是說 這東西就是強啊 好啊 佛啊 怎樣的 這種話我講不出來 我就是一個 我很敢說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個性 他有問題 就是他媽就是有問題 我就一定會講 我不可能會說這角色沒問題 欸可以玩可以玩可以玩 所以我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我最後 昨天是決定不跟他們接受這個工商 然後我也講得很明白 當然米寶之前的 像是轉播啊 給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個人是很感謝米寶的 但是如果要讓我簽一年的長約 並且是這種形式的話 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這邊呢 跟米寶說聲 抱歉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接受你們的合約 但是呢 之前的轉播啊 你們給予我們的回饋 我是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確實是 冠高落寞嘛 那黑子也沒有人氣嘛 所以那時候真的錢不好賺 那時候確實米寶幫了我們很多 那現在這個 說實話啦 遊戲走到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都感受到 這個人潮 退的特別快 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們身為一個自媒體 最重要的就是敏銳度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遊戲 掉出100名過 從來沒有 這遊戲在剛開服的時候 都在巴哈排行榜前10名 從來沒有出去過 Margrady一問世之後的一個禮拜內 他掉到了30名以外 然後一直到現在 已經排出了100名以外了 但是如果你以運動類型的話 他仍然是在第二名 但是他之前都是永遠在第一名的 那我不知道是因為最近棒球的關係 才導致這個排名有問題 就是棒球稍微略高他一點點 當然他目前還是最好的 最好的籃球遊戲 最多人玩的 但是流量也是最高的 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他就是明顯的下滑了 我看不到他所謂的前景 而且他有NBA這個東西 那現在留下來的玩家 大部分就是真的喜歡NBA 或者是他真的就喜歡 攻大於防的機制 總之我們這一派人 我們不管是小錢 還是我們小吃也是一樣 我們這一群人都認為 一個遊戲不能是不能全防的 這樣一點技術性都沒有 而且我講過了 遊戲出於一隻比一隻強 而且他目前出的角色很誇張 他出的是傳奇巨型角 那你傳奇巨型角出來之後呢 你做的爛你得罪球星 你做的太強就變成馬鬼第二號 那更不用講 現在出的兩隻 每次都跟鬼一樣 現在這一隻被Nerf了 這一隻變得跟鬼一樣了 你們有感覺到 這是現在跟鬼一樣嗎 所以這種情況下 官方又一直要出這種 你又要再出中角色 那請問大家怎麼玩 你用法就平成這些角色的改動 原本角色的改動 重點是拜託 你可以給回饋玩家福利 甚至免費拿一隻滿圖滿城的角色 我都能接受 我在這個遊戲起買 課了7萬塊起跳了 7萬塊是哪一台的 工商費的錢 我全部拿來再砸這款遊戲 我可以說是沒有拿米寶半毛錢 去儲值這款遊戲的 所以我敢在這邊講實話 他給我多少我就儲多少 我覺得這東西是一定要改的 你不把東西吐回來給我 我儲進去之後我能幹嘛 所以這個東西你改的話 然後再把新手的福利 回歸玩家的福利改回來 這樣也許人潮會回流 否則現階段 我根本沒辦法接受 常約這種事情 那就是我目前對於這遊戲的情景看法 那更不用說 風氣真的很差 差爆炸 我每次角色其實都有抽 除了錯過的塔圖姆 下個禮拜復刻我會把它抽出來 俄文如果有復刻我會把它抽出來 全部當倉管 斷頭我不會抽 我是他的黑粉 原因很簡單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每次都抽 每次都不突破嗎 因為我就是在等官方 願意出我所提案的強化返還 不然誰敢練 我就問你我每一次都抽 我每一次都滿圖 下一隻傳染角色一出來 我不就不用玩了 對不對 所以我每一隻都抽 但我每一隻都不敢圖 不敢強化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把它抽出來 等到有一天米寶知道我們的名義之後 願意把這個強化卡吐出來的時候 我認為這遊戲 願意給回鍋裡 這遊戲就會回歸 人就會回來 這是我給米寶爸爸的最好的建議 是這樣做 那我個人是所謂的這種走法 就每一次都剋 每一次都抽 抽完不練 原因就是因為我在等 他到底要不要給這個返還 這是我給米寶最後的建議 那當然我也很謝謝米寶在這個陣子 給我轉播這些 這個遊戲的這個 晶圓 雖然這個晶圓我 完全的摘在這個遊戲裡面了 那 但也沒關係 至少他有 給到的流量嘛 都是互相幫助 只是我在這個遊戲呢 退坑之前呢 不退坑 我不會退坑 因為我都有在12點過後 乖乖的打王朝模式 乖乖的打我的這個五場爭霸 所以呢 嚴格來講我沒有退坑 我只是沒有玩排位 我只是打王朝 我有打王朝 不代表我退坑 對吧對不對 那我就等到米寶願意做出一個 我認為 是個很好的發展的時候 我會再認真回來玩 左邊的電風塞 右邊的王朝呢 我會一直玩一直玩 玩到他改變為止 那他現在又要再辦一個新比賽了嘛 那我只能跟大家講 小騎兒沒有報名 所以呢你們可以去拿23名 因為龍本川應該會報名 所以23名也有獎金啦 所以23名就去搶吧 那第一名呢 應該就是龍本川了 因為這遊戲 老大哥已經不爽玩了 因為沒辦法玩 真的沒辦法玩 以新鮮到環境也沒辦法玩 而且看不到那個未來 那我們角色榜榜榜也暫時不會出 除非我們認為這遊戲有一個比較好的改動方向 我們整個團隊才會再回來玩這遊戲 那我認為 他們的實況主推展是很OK的 因為 像黑蘭最失敗的地方就是在遊戲剛出的時候 他不願意灑錢給實況主們去推廣遊戲 導致於呢沒有人去在乎這款遊戲 或者是他灑錢給一些根本就是玩完就三的遊戲 那最近我發現全民進去的派對也有這個傾向 他們把錢丟給誰 丟給紫色學校的玩家 那紫色學校 我就明講圖琦 我的錢東家 那一些人是什麼人 玩完遊戲工商完就一定會把遊戲刪掉了 你把錢發給那些人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跟黑蘭的行銷商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 這是我三大的引爆點 不合作的引爆點 那這就是我給米寶最後的建議啦 錢要投資在正確的地方 砸在正確的地方 不要被 不要被政治立場綁架 該砍就得砍 民怨要聽 以上就是我要對米寶講的話 還是很愛米寶啦 你會爸爸 讚 沒想到 對米寶 我來不去 那些人 會不會 我來不去 那些人 都會 有 我來不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